鸦片战争前,中国把自己看作天朝上国,文明富裕,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,统治者对乌国际环境茫然无知,一味实行闭关政策,只开放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。 1792年,清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女王的信函中说,中国什么都不缺乏,没有必要和英国人做生意,跟他们通商纯粹是恩惠。 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,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,询问从英国到新疆有没有陆路可走,治乌普通百姓,除在广州的行商外,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有英国这个国家,更谈不上讲英语和跟英国人交流了。 当时中国呈现严重的社会危机,土地兼并严重,大官僚如其善拥地256莫多亩,许多农民则身无寸土,只能租种别人的土地。 民众生活日益贫困,可以中年温饱的农民不超过十分之三。 政治腐败,贪污盛行,嘉庆初年处置的贪官和珅,其家产境远远超过清政府的年财政收益,为历代所罕见。 阶级矛盾尖锐,民众的反抗斗争不断爆发,清朝的军事力量也远远落后西方国家,军队武器装备仍大量使用刀。 矛,弓,剑等冷兵器,火器则仍仿照明代从荷兰等国引进的试样制作,技术落后,品质低劣,与英军相比,落后200延年。 清兵常用的鸟枪,枪身长2.01米,射程约100米,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二发。 如果以射程,射速为参照,两支兵,兵鸟枪,不敌一支伯克枪Barker,五支才敌一支,布伦式威克枪Brunswick。 火炮主要仿照西方时期至18世纪初的加农炮Canon系列,但中国火炮叠至差,工艺落后,炮价白板,远远迅乌英方。